台九县光复大学路段光复乡 今天在清晨6点多 一辆重型机车追撞工程车 人车喷飞倒地 消防人员获报到场 发现46岁王熙骑士已经明显死亡了 由于现场没有道路以上监视 去确实的事故原因和责任归属 有待深处调查 获报后赶抵事故现场的消防人员 发现重型机车倒在路旁草丛 路面上有明显轮胎摩擦的痕迹 骑士横躺在北上道路中间 一无呼吸心跳 早上6点06分 光复侠内接回起车祸案件 疑似重型机车追撞工程车 警方初步调查 家住玉里镇46岁的王姓男子 今天清晨 今天清晨骑程重型机车往北 行进台九县237公里 光复乡大全路段时 已是不慎追撞70岁 黄姓男子所驾驶的工程车 黄姓男子伤重当场死亡 而工程车黄姓驾驶则无大碍 机务车人员到达现场之后 发现是一部自小货车 与重型机车发生追撞 今我们高级救护技术员 发现犯者为一名 重型机车骑士 经皮肤之后 犯者以脏器外漏 无生命真相 现场公卡 由于事故现场没有道路 影像监视器 确切事故原因 仍待警方调查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